雪龙花是一种生长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植物 它在十分恶劣的高海拔环境下依然能很好的生长 纳粹德军的三地丝标志就是雪龙花冒灰 二战期间有许多德军部队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前往战斗的前线 为了提高军人的荣誉感 德军统帅部特意为那些顺利穿过阿尔卑斯山脉的部队制作了雪龙花冒灰 以激励那些战斗在一线的军人们作为荣誉的象征 而且德国三地丝是二战中最后一个放下武器的德国部队 与普通步兵师相比三地丝坐战凶猛 士兵的身体素质相对较高 坐战椅子也更强 总体来说三地丝的战斗强于普通的步兵师 从名字上来看 三地式的成立显然是为了应对三地作战环境的特殊需求 早在驿战时期 并有不少国家成立了专门的三地作战部队 例如奥匈帝国的三地部队 尽管奥匈帝国的整体军事实力较为薄弱 但其三地作战部队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战斗力 然而随着战败同盟国的解体和德澳联盟的分裂 这些精锐的三地部队被大幅削减 德国的三地部队也一度缩减至一个旅 仅有几千人 无力承担大规模的作战任务 随着第三帝国的崛起 德国陆军开始大规模扩军 并在1938年吞并了拥有丰富三地作战经验的奥地利军队 此后德国国防军迅速重组和发展 终于成立了最初的三地师 1938年第一至第三三地师相继组建 战争期间德军的三地师数量最多扩充至十个 按照当时的编制标准 三地师内设若干额三地步兵团 三地炮兵团 三地工兵营 三地反坦克营 三地通讯营 自行车或摩托车营 以及直属后勤部队 那么看到这儿 德军的三地师究竟和普通步兵师的编制究竟有何不同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德国陆军编制 当时步兵师通常下辖两个步兵旅 每个步兵旅又下辖两个步兵团 然而进入三十年代后 德军进行了编制改革 普通的步兵师改为直接下辖三个步兵团 而三地师则通常只有下辖两个步兵团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 尽管第一三地师在成立时拥有三个步兵团 但其中一个在1940年被调出以组建新的三地师 所以实际上三地师仍维持两个团的编制 那么尽管三地师的步兵团数量相对较少 但是其每个团的成员数量并不比普通步兵团逊色 标准情况下 三地步兵团的人员为3064人 而普通步兵团的人员为3250人 部分资料甚至显示二者的人员人数基本相同 这是因为三地步兵团下属的步兵营 每个营包含五个步兵连 而普通步兵营仅有四个步兵连 因此一个三地步兵团拥有三个营 总共15个步兵连 再加上一个直属团部的反坦克连 共计16个连 整体上计算三地步兵团的连数 比普通步兵团多出四个 这样一来尽管三地师只下辖两个步兵团 但其整体的兵力并不迅速于 下辖三个步兵团的普通步兵师 三地步兵师在高山徒步等复杂环境中 凭借着其编制的独特优势 可以更灵活和高效的开展作战行动 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战斗力 均与普通的步兵师相差无几 还有就是三地步兵营为了增加其火力 相比普通的步兵营还增加了一个机枪连 带连由三个重机枪牌和一个迫击爆牌组成 机枪连装备了12艇机枪 机枪主要使用的是MG34和MG42型机枪 迫击爆牌在战争初期使用的是 G2W34型80毫米迫击炮和G2W40型100毫米迫击炮 然后是德军三地炮兵团 它的编制和普通的炮兵团大同小异 设有四个炮兵营 但是它的三地炮兵团所使用的火炮均为三炮 设计时考虑到使用因素可以较快的分解成若干个主架 主要的型号包括18型75毫米轻型三炮 40型105毫米三炮 以及杰克斯洛伐克斯科达工厂制造的15型75毫米炮和16型105毫米炮 此外德国在法国缴获的斯奈德克卢索75毫米眼战炮和105毫米榴弹炮也被使用 由于三地炮的作战环境都在山区 所以牲口是其主要的运输工具 比如第五三地炮在山区行军时 该是需要配备4300匹驼载枪子弹药之重的马匹 还有550匹马供人员骑乘 但是要遇到骑驱地形牲口无法通过时 还需要人力运输物资 等到战争后期的时候 德军军力吃紧 三力部队也常常被当作普通部队使用 这跟那个时候的散兵有类似的状况 而且因为装备消耗的加快 三地部队也经常使用本应配备给普通部队的装备 所以在当时的照片中 偶尔就可以看到三地炮兵团在使用 普通炮兵团的18型105毫米榴弹炮 战争末期甚至有部分部队还装备了 NBW-11型150毫米火箭炮 然后是三地反坦克营 该营下辖三个连 其中第一第二连装备了反坦克炮 第三连作为防空连装备20毫米机关炮 反坦克连装备的是PAC3536型37毫米反坦克炮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 出于战场的需要 换装成了PAC38型50毫米反坦克炮 但是前线部队还是认为其威力不足 于是在战争的中期以后 有部分部队干脆换装了PAC40型75毫米反坦克炮 单营的第三连理论上装备的应该是专属于三地部队 可以迅速分解的GBFLAX38型20毫米三地炮 普通部队装备的是FLAX30和FLAX38型20毫米炮 但是此炮的生产数量不多 目前流存三地部队的照片中 大多还是普通型的20毫米炮 这种火炮有时可以使用穿甲弹 用来进行反坦克作战 此外三地反坦克营还装备一种 SPJB41型28毫米反坦克炮 由于它重量轻 反装甲效果尚可 颇受三地部队的欢迎 但不知为何产量不大 具体装备情况也不强 接下来是三地工兵营 单营由三个工兵连 一个预输牌和一个补给队组成 两支部队是普通步兵式的工兵营所没有的 三地工兵营的装备充分的考虑到地形的特点 携带有大量的登山器材和三地用的轻便架桥器材 另携带有20具火焰喷射器和大量的炸药 硬即使或者需要采用特殊的方式攻克对方堡垒时 工兵部队也可以直接接入战斗 侦察营是该部队三地师的侦察先遣队 编有三个自行车连和一个三地骑兵连 自行车在三地使用的效果较好 但是爱好机械的德军似乎相对更重视摩托化部队 三地师部队组建后不久就将其一个自行车连改为摩托车连 自第五三地师开始自行车营全部改为摩托车营 然后是三地通信营 通信营下属有通信连和无线通信连 其装备与普通部队相同 只是多了三地联络不可缺少的信号旗 在无线电通信受三地阻碍时 就采用旗宇灯光信号等较为原始的方式联络 最后就是师级直属部队 包括补给情报后勤 兽医和宪兵部队 另外还有一个野战邮局 卫星部队除了普通的理疗器材外 还带有很多治疗冻伤和高山病器材及药物 此外还带有用于搜救伤员的救生犬 私下属还拥有卡车等358辆各式车辆 其中还有专门设计的三地车 但实际使用时 这些车辆还是在平原上使用 每到三地主力运输的力量还是罗马 以上就是三地师的基本编制 武装党位队三地师和陆地三地师的编制基本相同 但党位队三地师的防控部队是独立部队 侦察部队的编制也有所不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